一句話講說 搶訂單不厲害 能搶到上癮的貨 那才厲害 聽說i8要能順利出貨 還得靠上癮神救援 沒錯 下個禮拜的 全世界主動的大戲 就是蘋果的新機要發表了 蘋果新機要發表的話 據想你知道 它注定是一台 可能大家買不到的機種 因為它會一路的缺 一路的缺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蘋果的機子有很多模具 它需要包括說切割 或是說磨光 磚孔 磚孔這些程序 都需要很多高精密的工具機 過去蘋果的工具機 都是跟日本的春田製造所做 所以今年一開始的時候 庫克下了很多單 給這個春田製造所 他說你趕快我要出貨 我進入旺季 工具機交給我 結果沒想到庫克生生催 那個春田是一直沒有 貨一直沒有過來 然後庫克就去問春田製造所說 到底你是出什麼問題 春田製造所就說 不是我不願意做 是工具機的上游的螺桿 還有線性滑軌 全面缺貨 我跟我上游說 THK跟NSK這兩家 全日本最大的釣貨 始終釣不來 因為他們過去幾年 業績不好沒有增產 結果你今年給我下那麼多訂單 我都增產不出來 所以現在全面整個工具機 也出現一個缺貨的狀況 這樣就嚴重了 今天這個機台 沒有辦法到庫克的手中 那麼i8就沒有辦法 線性的一台 挨著一台出來 那怎麼辦 好 那總要有一個解決方案 你們前兩大都做不出來的時候 那我就去找第三大 所以傳言就是說 這個庫克 緊急 這個湊過國內的工具機檔 跟上游說 拜託 現在我們很需要一些 裸桿的原件 拜託你可以給我 所以希望說 透過上游科技的力量 能夠度過現在缺貨的難關 我們就要來看看 今天催出台灣最強精力工具廠的這一位 卓永財董事長他有什麼樣的能耐 事實上 俊翔人生真的是充滿意外 如果我們去看卓永財董事長的履歷 你會覺得說 怎麼他會當上游的董事長 什麼叫怎麼會 第一個 他既然不是這個本業出身 他是學這個會計 再來就是說他憑著什麼 兩句髒話 還有一個碎工廠20年 打造出現在的上游王國 他說他原本不是那種念書的料 結果沒想到 大二的時候他居然考上高考 進入了交通銀行去工作 交通銀行工作的時候 他也沒想到說 沒想到一路苦幹實幹好好的做 居然當到交通銀行的主任秘書 所以你看 當完兵那種退伍還要去擦大 真的很難 然後考上淡江 已經不容易了 但怎麼樣比起同學 直接上台青交的 絕對不是一帆風順的 所以大這麼假問題 沒錯 好 搬上了交通銀行的主秘 他原本以為 我會在這個銀行家的日子 就這樣過下去 所以他1983年的時候 他覺得說我要申請到 那時候亞洲開發銀行 在斯里蘭卡有一個研討會 他想說我趁這個機會的話 再繼續往銀行業高層去試看看 所以他就提出這個申請 結果沒想到 當時拉拔他的總經理就跟他說 用財 用財 你稍等一下 你不要去斯里蘭卡 我要交辦給你一個更艱巨的任務 什麼樣的任務 他就跟他說 你要交辦給我什麼任務 他說我們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一筆款項 三星五金的款項 他的款項欠我們很多錢 欠我們很多錢 他現在營運就陷入這個困局 萬一他倒的話 我們銀行欠債會欠更多 你又要去偷銷 對 所以現在怎麼辦 拜託你 你有這個經驗 那你就去這個三星五金 去給他整頓整頓 看能不能夠解決 好歹的話收多一點款項 對我們銀行也是個好事 這不是活脫脫就是台版的半折指數 對 沒錯 就有點像半折指數 半折指數不是也去整頓這個工廠嗎 好 他就去了這個三星五金 去了三星五金的時候 是銀行派我來的嗎 人家就覺得說你銀行派來了 一定是高高在上那種 就是說你們都是看財務報表 他不是 他一開始就認為說 我要好好的看看說 這個三星五金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就想 他一開始的時候 幾乎是每天都在工廠裡面 早上9點就開始在工廠 尋來尋去 一直工作到晚上 他說有時候 他都跟那些幹部開會討論到深夜 他說差一點他都得了這個肝病 所以你看從這個開始人生 真的拿到這個巧克力 想也沒有想到 我是金融業的白領 我現在進入了這個 三星的這家工廠後 我變五金工廠的藍領了 你想說這個銀行來的話 在三星五金裡面一定有辦公室 他說沒有 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公室 他說我就是辦公室 所以他用行動管理 他每天在工廠裡面想辦法 他有時候看看 就看到這個生產流程 他索性就拿一個板凳 就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他一看就是看好幾個小時 可是你不懂 對 他就看什麼 他看觀察這個工人 在更換不同規格的時候的動作 他看看 居然讓他看出來 他說什麼 原本需要一天的換線時間 他在改造之下 說應該有更合理的工序會出現 所以他這樣說說 改一改之後 居然從一天變成是兩個小時 這樣縮短流程之後 整個產量當然大幅提升 所以你就看 三星五金的這個提升量 就大幅的提升 原本的這個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力之下 他原本是人力的四分之一 產量是到過去的三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很快速就損益平衡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去強健這個 三星五金的體質 工業工程跟管理 他全部用上了 是 他想說 他後來在管理工廠的時候 他就發現到說 銀行真的還滿難賺 他說這個三星五金太好賺 他說什麼 你看他第一代的 羅帽的成型機 他說每分鐘可以打出 450個羅帽 每個羅帽的毛利至少三成 就像吐出一塊金幣這樣厲害 他想說這個其實也滿好賺的 所以你不是說看鳥無點 不是說是傳採五金 只是做羅帽 羅帽是一顆一顆的金幣 對 那好 他現在已經在他心中中了一顆 他想要創業的牙之後 他後來又陸陸續續 看了兩千多間的這些 整頓的公司之後 他後來就覺得說 我這樣做銀行家這麼辛苦 整頓成果也不會落到我的頭上 那我就自己來創業 尤其是切入這種工具機領域 一定是非常好賺 剛剛說好的還要往這個所謂的 高層再精進的那個夢想 全擱著 就是巧克力的 新的一顆巧克力來了 他就決定說 那我要把這個身家性命縮下去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當時在這個交通銀行的時候 當然拿了一筆退休金 他有加上他那時候寫過一遍 外匯的這個食物 他狂賺這個狂賣十萬多本 所以有兩千萬的這個版稅 他就決定縮下去 他買了一個 做一個滾珠裸桿的和風精密 買下去第一間工廠 你想說他人生就從此一帆風順 結果不是 因為他買的時候 因為他畢竟還是沒有 買工廠的這個經驗 買下去就覺得說糟糕 這個工廠我買下來的時候 這個出了太多意外 所以我可能沒辦法 好好的run這間工廠 那我就怎麼辦 認賠了 認賠 然後我另外再成立一個上銀科技 成立這個上銀科技的話 我可以從頭開始歸後 所以從廠房的設計 一直到人員 他就想說 我人員我要炒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當時他就請了 劉美的碩士回來 人家說你笑 人家工具機誰在用這種劉美的碩士 對 品管還有研發什麼都 全部都用劉美的碩士 好 廠房也蓋好了 人員都到位了 問題來了 沒有錢 你怕什麼 你銀行來的 你多的是人脈 回頭跟老冬家借 對啊 你想說 你怎麼可能沒錢 你就銀行出來 你借錢你同我那邊 就沒想到說 他拿了企劃數去給老冬家 交通銀行看了一看了就說 不行... 我們沒辦法給你這個 6%的這個優惠措施 所以他就想說 我銀行出身 我居然沒辦法借到錢 那怎麼辦 他不是當道主祕嗎 他沒辦法 他虛錢恐急 所以他後來就硬了頭皮 去跟什麼錢莊 租賃公司 借那種18%的高利貸 你知道這件事他就很生氣 他想說 我銀行出身的 居然沒有銀行的支持 你看他那一日他自己說 他日記裡那一天的日記裡面 寫下兩句髒話 他想說有一天 我一定要飛黃騰打 讓你們這些 後悔不已 好 所以後面的發展 你就知道人一口氣 今天這兩句粗話 就是獨立自己 時不時不小心翻到 我一定要成功 對 沒錯 好 那你想說 他這樣兩句髒話寫下去 應該是業績又好了 但是沒有 這麼容易的事情 對 一開始的時候 回合下去的時候 在股東就跟他說 我們這個 我們跟你的這個經營方向 不合所以我要退出 甚至很多同業也嘲笑他 你這就是外行 你再做這個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業績真的不好 所以根據他們總經理的回顧 過去一開始在回合的時候 每天幾乎都在跑三點半 董事長土地什麼都壓下去 每天都在衝 一直營運都非常非常辛苦 一直到了1993年 終於迎來了一個大轉機 在哪裡 1993年的時候 因為經過同業的介紹就是說 我們這個在德國 有一家在和樂公司的公司 他目前出現一些財務的危機 他有一些技術 或許你們可以來看一看 佐永才看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以技術研發為主 他要追求那種很好很好的技術 但是有一些關鍵的技術 他還沒有掌握到 所以他當時就到德國去看了 這個工廠看了好幾次 看好幾次之後發現到挖到寶 因為這裡面有一些裸桿的技術 是他自己的 需要的一些關鍵技術 所以他決定說 我要跟這家公司 要嘛合作 要嘛就把他買下來 所以他最後一次 就載了他的員工一起過去 你知道過去的話 他們就要拜訪這家公司 拜訪這家公司的時候 你知道吃了這個 德國公司的一個閉門羹 他說什麼 他說你們台灣公司 怎麼有可能會來買我們的技術 買我們公司 你們頂多 要嘛你們靠我們的廠房 你就是把我們廠房的技術 Copy走而已 所以這個是既定的一個臭印象 你就覺得我們只會抄 可是我 你剛剛不是講 我聘了四個劉美的碩士 我真的有心要RD 對 我相信這一天晚上 搞不好佐永才 又寫了兩句照片 不一定 然後他又決定說 好 我就跟這個德國公司 其他公司聯合起來 我就說用市價六分之一 大概一千萬元 我就買下這家公司 買下這家公司 對他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他取得了關鍵技術之外 而且變成上銀第一個 海外的研發重鎮 好 我們今天看到了 今天的一個轉折 居然是老老遠外面的德國 好了 這個研發重鎮 給你搬回來 你開始有一顆頭腦 在那邊運轉之後 上銀從此扶搖直上嗎 我覺得他能夠扶搖直上 還有非常重要的關鍵 他以身作折 因為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你中年才轉行 當這個所謂的實業家 要嘛你就過了一定生活 非常好 可是你看他當時已經開始 他已經中年了 他沒想到他獨立自己說 好 我要開始這個亂工廠之後 你知道他連續20年 即使到現在為止 他還睡在十坪大的工廠的宿舍裡面 每天自己洗內衣內褲不說 打掃房間 連早餐都自己煮 你看一個堂堂的這個數億元的 身價的老闆 他居然就這樣子 蹲在工廠的苦搖裡面 跟他拼20年 所以今天上銀會有 今天的這個地步的話 真的就是靠他 兩句髒話的底力 加上睡20年的工廠 給他拼出一片天 好 我們今天看到了 佐董 你可以看到這一間董事長辦公室 他最大的裝潢是什麼 工具器 一整面的書牆 那不是握心長膽嗎 好 再來我們進一步 要請清皇帶我們來看進去 今天佐董除了打造 台灣最強的精密工具廠之外 他更厲害的是什麼 他對那個技職生 點時曾經在他的廠房裡 鍍上了金粉的這些技職生 打造出一批一批的黑手皇帝 有這麼厲害 沒有錯 靠著佐永才20年的他的努力 終於把自己打造成 變成全球的第三大 那你知道 在這個上銀 他的生產設備上面型號 有一個BK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EK 那為什麼會有BK跟EK 這兩個型號呢 這後面其實是有故事的 為什麼呢 是上銀在1998年 要切入線性滑軌這個市場的時候 遇到全球市占率最大的 老大跟老二怎麼樣 一個是THK 一個是NSK 大家要聯手封殺他 要封殺他的時候 佐永才當然覺得很生氣 所以佐永才回想到當時的狀況 他很霸氣的說 一開始這兩家要封殺我的原料 想封殺我的原料 所以我很想揍他們 想揍他們 所以我決定怎麼樣 我決定取一個型號叫BK 這個雙K雙熊 不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日本盤踞前第一名 跟第二名的雙K大廠嗎 沒錯 他們就是在那時候 在封殺這個上銀 所以後來又進一步 在封殺他怎麼樣 一開始封殺原料 後來封殺什麼 連設備都要封殺上銀 所以佐永才說 在這個階段 他更生氣 想把他們都吃掉 想要吃掉 所以他決定EK 我要取一個型號叫做EK 光靠憤怒 其實還不足以誠事 今天佐永最厲害的是 他帶領上銀 從一開始 所謂的工具機入門 慢慢進進 現在已經讓他長一個腦 他變成智慧機器人的領域 切入了 沒有錯 而且他不只是在 工業型的機器人 他還要進一步切入到 所謂醫療型的機器人 所以你就知道上銀 花了很多錢在研發上面 甚至佐永才自己都講什麼 說我們很多的研發投資 基本上到現在20年來 都還是虧本了 可是我還是要持續的研發 因為我相信他市場的潛力 比如說你看像這個 內視鏡的扶持手臂機器人 他跟醫院合作在要幹嘛 幫助醫生去幹嘛 在做這個內視鏡手術 做腹腔手術的時候 你能夠更精準 這個機器人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這個機器人跟我們之前講過 很知名的達文西機器人不一樣 達文西機器人是怎麼樣 是以醫生做 只是做輔助而已 是以機器為主體 所以醫生就好像是一個 操作機器的工程師 但是上銀這個機器人 相反過來 醫生本身還是主角 但他是幹嘛 他是輔助醫生的工具 這厲害在哪裡是在於說 你知道在這個 所謂動手術的過程之中 醫生常在動手術過程之中 沒有時間 也沒有精神去注意到這個什麼 注意到這個內視鏡的使用 因為他都專注在他手上的這些器械 沒有錯 所以內視鏡一定需要什麼 需要個助手在協助他 那就聽醫師的指令 對 但是問題就出來 假設這個助手 跟醫生之間默契不好的時候 會怎樣 默契不好的時候 你的手術就可能卡關 所以這就是什麼 讓醫生自己除了動手術之外 你很方便可以去操作內視鏡 他從六個方向怎麼樣 很精澈的感應到他的周邊 醫生要移動這個內視鏡的時候 只要用腳踏的控制方式踩一踩 他就會自動轉換邊向 所以你會發現說 上癮的內視鏡手術機器人 他成功做出來之後 已經在國內導入 在國內醫院用 而且佐董自己說 今年開始 國外也開始會有訂單陸續進來 好 所以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內視鏡 他可以幫你扶得很正 視野非常正確 還有他們開發出一種機器人 是很厲害 他會自己非要玩 沒有錯 他們開發出一款一款根據 不同情境的機器人 比如說有個叫 彩色藥丸的辨識機器人 你看到沒有 就是在畫面上 這個畫面裡面怎麼樣 你看這一顆一顆藥丸 大家顏色都不一樣 可是你看這個手背怎麼樣 他會認識顏色 辨識顏色 認識顏色 辨識顏色之後 把不同的藍色的 綠色的 紅色的藥丸 分裝到不同的 一格一格的藥籃裡面去 收納很完整 所以你發現 這個彩色藥丸辨識機器人 這也是上癮他的傑作 但不是只有 這個彩色藥丸辨識機器人 還有另外一款 我覺得更厲害的是 沐浴輔助機器人 什麼意思 幫你洗澡嗎 你看 他把這個病人怎麼樣 直接就直接抬到這個 那個所謂的澡盆的地方 然後再把他放到澡盆去 去幫他沖澡 那你知道這為什麼重要 我們知道就是說 有很多比如說 像中風的患者 行動不變的患者 你如果現在要抱他去洗澡 因為他如果不洗澡 可能會長入瘡 這對病人來說其實是很傷 可是要抱他去洗澡 你知道有時候 一個人的那個怎麼樣 看護要去扶他 要把他抱起來 抱過去 其實是很辛苦 很重的 但是這個機器人可以幹嘛 你看他把他病人 直接就直接抱起來 抱起來之後 送到這個所謂浴缸旁邊去 可是你要知道 這浴缸也是有設計過的 這浴缸怎麼樣 你知道他有所謂的溫度控制 只要水溫超過45度 他就會自己停水 因為怕這個病人被燙傷 然後他有六個所謂的 這個SPA的按摩 噴槍的地方是怎麼樣 可以幫這個病人 直接去沖洗他的身體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淋浴的輔助機器人 對未來所謂的醫療跟長照 會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他一路聽下來 上銀科技的精密機械 他不再是冷冰冰的機器了 對 他能夠有頭腦會思考 他因此有了溫度 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 這麼厲害的機器背後 應該都是武功高詳 學問高深的那些科學家們 工程師們 聽話說錯了 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佐董的手下 他的麾下 一批又一批的黑手皇帝 那才是厲害的幕後工程 沒有錯 因為佐永才 董事長希望打造出MIT 台灣自己製造出來的 所謂的黑手皇帝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佐永才自己說 他發現一個現象 發現什麼呢 台灣現在怎麼樣 台大大部分都是有錢人 在念的啊 他說他自己當年呢 是念了一個學歷之後 翻轉他的人生 可是他發現現在不行耶 現在階級沒辦法流動耶 階級沒辦法流動 他說如果窮人不能翻身 那你教他們怎麼辦呢 而且他發現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現在技職教育被扭曲了 培養出來的技職人台 他說大部分來他公司應徵的 我一半都不能用 一半都不能用怎麼辦 我只好自己培養啊 所以他決定怎麼辦 他要仿效像德國那種 所謂的師徒制 所以他建立一個產學攜手 這樣合作的計畫 這則是怎麼樣一個計畫呢 尚營決定自己跟台中高工 跟高雄這個工專 類似像這樣的學校去幹嘛 去合作 你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學分之後 我指定的學分你都有做到 該有的實習你也有實習到 那你就可以到我尚營來上班 就像你知道他薪水有多好嗎 對 這就是我非常好奇的 他家都非常關注說 他的薪水到底有多好 我跟你講 光是在上營實習 月薪就有3萬塊 然後你如果是碩士畢業 會有5萬5千塊起跳 如果是博士還上看150萬 這比很多那種助理叫做薪水 還要高 所以這個講到一件事就是說 不是說學歷無用論 而是你光有學歷 你沒有真功夫的話 我覺得卓董講一句話很直接 其實有一點點刺耳 他說如果台大都是有錢的人 有錢人家的小孩在讀的話 台灣還有什麼機會 但是他沒說出口的是 他因此更重視技職系統 技職生的培養 對 沒有錯 你看這是一個16歲的女孩 他就在上營的廠房裡面工作 你看照片這裡面 他很認真的在工作 那他的狀況是什麼 他現在做的是 跟很多男人一樣的黑手工作 他只是一個16歲女生而已 那你問他辛苦 他跟你說真的還滿辛苦的 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上課 他說常常睡眠睡不好 可是你問他為什麼 都不想要退出這樣裡面 你就想到因為這些 因為30K 因為55K 沒有錯 因為一個穩定 而且薪資又不錯的工作 你現在去哪裡找 他說我只要這麼辛苦的 完成了之後 我就可以到上營去工作 所以這個女孩還告訴你什麼 他說我還要再去念個碩士學位 為什麼要去碩士學位 以後我在公司 我就是一個中階的幹部 我當然幹部我薪水更好 所以他一定要待下來 可是上營不是只有你看到這樣子 上營怎麼樣 很願意讓這些孩子去歷練 他說這每台上百萬的設備 用壞掉也沒關係 那你只要肯學待下來 我就一項一項的教你 學會了一再學會了二 為什麼 老師傅告訴你說 你要訓練這些孩子 成為工匠要怎麼樣 打底子就必須要花三年的時間 所以上營是用這樣 把自己的技術人力把它扎實起來 可是你身為上營 你要研發更多的東西 你需要有高端的研發 高端的研發 上營怎麼處理呢 跟像清大台大成立這種聯合的研發中心 研發中心補足自己什麼 補足自己的研發的條件 但是卓永才董事長還是自己講 他說相對於大學生 他還是比較喜歡研大聲 然後他還說 來上營先看證照再看學歷 學歷是擺在證照後面的 所以他怎麼說 他說有證照 然後每個月加薪還加一萬五千塊 那這條件是什麼 是德語跟日語的一級的證照 如果你拿到的話 每個月加薪一萬五千塊 之後只要多一張我指定的證照 上營指定的證照 然後薪水還要再加一萬五千塊 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發現上營做了什麼事情 他打造了自己的就業一條龍 這個就業一條龍怎麼樣 就你學生念完書之後 就很順的就直接無縫接軌 到我上營來上班 所以今天當外面的這樣 爸爸媽媽都說 你有本事你去念高中 那技職體系都很多父母老實講 都還留在說比較沒有定性的 分數考比較中後端的 你再去念職校 那這個觀念全部被卓東給洗 再洗一遍了 沒有錯 所以他也造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什麼 在中部地區念台中一中 跟念一女中的怎麼樣 學生結果後來跑去怎麼樣 他本來可以讀一中跟一女中的 他跑去什麼 跑去高工報到 為了是什麼呢 為了是他可以卡位 進去上營裡面的工作 完成這個所謂的就業一條龍